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补选里头 他的角色 好像越来越在媒体上不容易讨好 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但他的确自己自爆式的 不断的有一些新的画面 新的议题让大家来讨论 比方说他又迟到了 那么这次迟到了又怪东怪西 在立委补选 好似要抽签 也就这么一个场合而已 几点钟要到 那媒体苦等他之后 他迟到了 其实也就六分钟也还好 大家可能不会特别去提醒他什么 但是他一到的时候 就一定会特别要说明为什么 他说好像电影情节一样 搭货梯一层一层都停 所以是电梯的错 其实是如果你再早一点 不就没问题了吗 他自己这样提反 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因为过去他上节目 这直播就不行了 这种记者会 你晚一点点到抽个签没差别 但是你到直播节目上 去上节目的时候 迟到九分钟 人家就是会 要等你九分钟 还问人家说是直播 这当然就是直播节目 然后到了校庆里面 去联访媒体的时候 一下迟到一小时 后来又提早到半小时 让媒体访问 他讲我同事就是这样 他觉得理所当然 虽然他已经公开道歉过了 说这些事情不好意思 但是显然概念感觉 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怪东怪西 这怪东怪西大王冠军 我觉得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当冠军一定是不遑多让 他就曾经为了农产品 每次出事情 都是怪认知作战 怪老共 怪假讯息 怪在野党 不过真的是竞争太激烈 你知道吗 要选这个阁内 苏内阁的前十大热议人物的时候 他还排不上前三名 他还第五名而已 前几名有陈时中 苏贞昌 陈明同王美花 他已经这么夸张了 怪东怪西大王 还没有办法排进前三名 可见苏内阁竞争激烈 最近有个消息 其实影响也很大 我们农民最近真的要过年 真的是太苦太苦了 宣和什么这样的家公司 宣和那是一家在2020成立 专门跟农民做产销合作 用这个合作的方式 保证说我们要把柠檬 卖到美国去高价 所以跟农民还签了20年的约 为了这家公司 当时有谁背书 包括了这个屏东县长 包括了农委会主委 这些大官们都来帮他背书 所以这些农民就跟着他一起来 弃作来栽种 结果突然间人间蒸发了 在雾岛的岛 该付的账款没有付 公司人去楼空 这样的合作设施 政府挂保证 当时还大内宣说 这个是到美国去 真实或真价实的订单 订单真正实现的订单 不是MOU 然后现在农民的苦 农民负出去的心血 种了柠檬 到底又要卖给谁 又是我们纳税钱要买单吗 那么当初宣传的人 现在被打脸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一句抱歉 对于这些农民 台湾农产品外销创新高 这个时候财总统都在讲这些话 他从来没有面对这些农民的苦 发生的问题去检讨过 解决过 他告诉大家说 我们去年农产品外销金额 已经达到56.7亿美元 但是他用的是2021年的数字 然后政府对于我们国家出口 崩盘六成的降低的数字 完全知智不提之外 却去宣传越南 说我们越南的出口成长了600倍 好多好多到底有多多呢 我们来算一算 金额只有12.7万美元 只占总出口数的0.0002 然后你拿来宣传 水果出口崩盘六成 提都不提 那么现在农民的柠檬 弃作 人去楼空 血本无归 提都不提 这个是我们政府农委会的作为吗 那么再来就是NCC了 过去曾经好几次裁罚 当然也是关台的原因之一 包括了说 骗外交农予产滞销 绿色执政 这都是这个 一招就只有撒钱 去解决问题而已 当被裁罚了160万 现在被法院裁处撤销 法院认证 是所谓的有史以来不认证 不是任的农委会主委吗 当然这个是当时的标题 兵哥你的画面里头 这是你当时讲的吗 是啊 然后因为这样被罚 被罚钱甚至成为关台其中一个原因 结果现在 现在法院认证了 包括指寒国瑜向中央喊话 高雄的登革日经费一直不播发 所以这件事情也被NCC裁罚 甚至到了所谓蔡英文政府 就登革日等等这些新闻里头 也被裁罚60万 那么骂陈居不会可以 骂韩国瑜可以 像这些新闻 全部都有法院认证 其实裁罚是有问题的 NCC的决定 影响了各个公共议题 应该可以讨论的空间吗 那么可是现在回头来看 包括我们的农民 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 所有的做法都一模一样 从来不面对问题 如果媒体报道了 或民众质疑的话 一定是民众的错 一定是媒体的错 怎么会是政府的错呢 兵哥 我觉得农农 我都有点怀疑 他那天去抽签 他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是去抽签的 他会到现场说 我今天来干嘛 我是来抽签的吗 他会不会真的都不知道 因为他去光景姐的节目 你连上那个是直播都不知道 那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去要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完全 完全以整个状况外 而且我觉得迟到就迟到 迟到就算了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天迟到 你也常常在迟到 那么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怪电梯干什么呢 你如果早到十分钟的话 电梯就算等个五分钟 又怎么样了 所以既然自己迟到了 迟到的人 我有时候也会迟到 迟到就点点赶快 很不好意思的进去就对了 还在那边讲什么呢 所以我就觉得 他已经完全状况外了 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那看起来也被民营党整个放声了 我看差不多 这个局面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今天刚好有一个 这算涉及新闻 因为 因为 当年三年前 就是我在节目上讲 那我第一个 我讲他无耻 为什么 为什么陈吉仲无耻 是因为陈吉仲 当初大家记得吗 本来原先的农委会主委叫林冲贤 林冲贤那时候 因为败选要离职了 结果陈吉仲在那边哽咽鼻酸 然后说我一定跟主委同进退 然后把林冲贤一脚踢出大门口之后 到现在坐在农委会主委的位置上 动都没动 所以众人是不是无耻 以大家客观的标准来讲 众人比较无耻叫什么 你想当没有问题 但是你讲那么恶心巴拉 然后到最后是把人家干掉做肥料 然后自己跑去当主委 这种人不够无耻吗 所以我到底讲错什么 然后再来我当初为什么说他最不识认的农委会主委 因为就跟蔡英文一样 你就拿一些莫名其妙的数据每天搪射 我在问你产地价钱的时候 你就跟我讲市场价钱 然后我在问你市场价钱的时候 你就跟我扯产地价钱 我在问你2022年现在农产品怎么样的时候 你跟我讲2021年我们卖得很好 我在跟你讲说中国大陆 我们百分之六七成的 百分之六七十的这一个农余产品 都卖不出去 结果你跟我讲越南成长600倍 我三年前都要骂个这个 三年后他们还是这样做 而且现在连总统跳下一起干 你说这种不识认是怎么样叫不识认 我当时本来三年多前 我以为林冲玄才是最不识认 结果没想到陈吉仲上来之后 以光束打破林冲玄的记录 让我觉得这个陈吉仲就更不识认 我跟你讲他说他是农经系教授 他以前是农经系教授 我觉得他是残害农业经济系教授 你摧毁台湾农业经济系教授 所以哪有这么乱七八糟的 这种主委呢 然后这个人现在还死皮赖脸 在位置上 到现在还不肯下来 连一个自动请辞都不敢 所以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讲呢 台湾的农余民已经被陈吉仲害死了 然后现在还在那边讲 还在喊冤 还在推给老共 我在别台讲过 我在那边再讲一次 如果你不会的话我来 今天网友在脸书上挑战我 所以有种你上 我上 我跟你讲 我再怎么样比陈吉仲强 陈吉仲算什么咖 说真的 我上去我敢保证 至少对中国大陆外销 我敢说 比陈吉仲好 要不然来赌 民进党你敢不敢让我去 做 现在法院已经认证了 兵哥说的话了 委员怎么看 现在从台北市的补选 到整个我们农民的心血 你看看宣和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我对我的中亲蔡英文女士比较有兴趣 我们来谈谈蔡英文讲的数字 蔡英文讲说去年 一年我们的农产品外销金额达到56.7亿 这是真的 但是后面有一句话他没讲 出口最大宗的是到中国大陆去 成长了11% 这是去年的数字 所以在创造这样的数字 后面那一句话 他所谓的 今年美国更成为农产品外销第一大出口 他没有告诉我们 今年出口萎收了11% 他没有告诉我们萎收11% 他萎收哪里 萎收从中国大陆萎收的 第二个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事 蔡英文作为一个总统不老实 我们卖到中国大陆的农产品 主要是农业加工产品 卖到美国是农业加工产品 卖到中国大陆才真正的农产品 为什么 因为卖到中国大陆的生鲜产品 成本相对比较便宜 运输成本低 卖到美国的新鲜的这些农予产品 成本很高 不太可能运到美国 所以卖到的是什么高饼类的之类 我们在统计上高饼类的 算是一种农产品 比如凤梨酥 不是包馅水饺 这很流行 所以到美国去了 总金额不但没有增加 虽然是第一名 但是总金额没有增加 整个出口金额是萎缩了 而且更重要的 不是农产品 是农产加工品 比如说果汁 果汁对农民的收入来讲 一定是比卖水果来得少 蔡英文到底是不是故意 在呼嚷我们这个数字 至于刚才对越南事件 阿宾哥已经讲过了 我只能有个结论 民进党官委简直是又笨又坏 笨是笨在这个数字 随便一挑都被挑出他敢讲 我们去年成长很多 中国大陆成长很多 不讲 今年衰退很多 不讲说中国大陆不买 讲到美国月升第一个出口国 你在说什么 出口国还是减少了 而且不是农产品 是农产加工品 我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 一样的 我是觉得吴英龙本身 可能不善于这种 政治上该有的礼节 我迟到了我就道歉 为什么一直道歉说不出口 还要怪电梯 还要怪东怪西 我要劝劝吴英龙 他应该稍微要懂得表演一下 你怎么会去怪 这个全委会的电梯 我跟各位解释 全委会就在区公所的楼上 区公所每一层楼 都有不同的服务单位 什么户政 民政 那个什么税政 都有一层 所以每一层都有很多人 你怎么可以怪电梯 每一层停 因为他就是个公共场所 一定每一层楼都有人 然后那一天抽签 只能你有一个 你有候选人可以去 其他人不能拉电梯吗 这说不通的 显然他对于区公所很陌生 再来 那个地方也不过六层楼 因为他是大礼堂上 在大礼堂上举行这个抽签的 你就因为你不是算是体格不错吗 你如果能够表现一下 从一楼就直接冲到六楼去 一定很多媒体会很赞赏你的表现 赶快来访问你 就你不但没有做出应该有的表现 把你的活力拿出来 还在那边乖乖的等电梯 然后就跟那些老老少少抢争的电梯 还怪电梯每一层楼都停 那好了 迟到了 你就说个 对不起 或者你比较会讲英文 I'm sorry 那也可以 可是你不但没有讲 还怪电梯层层停 你当我们这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 他大概平常没过过这种电梯层层停的日子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人最基本的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有的礼貌都不懂 所以连这种小事都要怪人家 不好 至于这个中天 有关于这个陈吉仲 有史以来最不是的农文会主委 这个还需要法院认证吗 我虽然不懂 刚才我的主持人你很好心 你说他没有排到前三名 原因他的知名度没有前面的高 他的知名度不可能陈时中高 也不可能那个苏贞昌 也不可能比陈明通高 一山还有一山高 对 那是知名度高的关系 而不是你的罪行的轻重的问题 原来如此 王明花因为有个老公很有名 所以大家也水涨船高知名度高 不过他的这个热议人物 能够比徐国勇高 其实也很不简单 这一山比一山高 人家徐国勇都懂得说 这个已经混不下去了 赶快辞职 你陈吉仲少时候也是个大学教授 表演一下你的风骨 你把整个农民的体系 弄得这么一个乱七八糟 你把这个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搞了这样的乱七八糟 连最近的高饼业都有你一份 那你还说什么 你是好意思什么 去骗蔡英文是不是 报告总统 我们今年美国出口变第一大国 所以我们分散市场成功 你有没有告诉蔡英文说 我们今年出口金额缩小了 这才是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陈吉仲 你的大学教授的这个比例 数值 这种算术成绩 跟我们那个很有名的余将军 实在是半斤八两 实在是 我是不晓得怎么说民进党观点 但我认为他们主要原因 有个重点 就是政绩不好 拿不出台面上可以炫耀了 就想要在这个地方坐手脚 去美化 那美化 如果美化不下去 就随便乱推舍任 就变美花那样了 对 往美花 你对他有成见吗 只是因为他每次讲出来 经济证事 大家都会笑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整体的来讲 这个所谓的什么 这个什么登革乐的问题 我实在是 无法去理解 这个财阀什么 我看不懂 我就看不懂 这个出钱出力救助印尼 这个东西 NCC有什么好跟中天去争论的 我觉得他根本就找特定对象 觉得中天批评我是五颗星的 TPP是四颗星的 所以先惩罚中天 这个杀猴警机 留校查看 对 留校查看 我觉得NCC你要不要去 去查一查那个三立新闻 那个报的那个投票开票数 那种假照 还把他说这不是假新闻 这就是假新闻 你明明没有从中协位拿到数字 你自己随便填一填 弄上去了 然后最后想要回归校正 就等到那边不动 这个媒体可以这样玩 可以这样搞 所以我是觉得NCC 其实就是什么 在屋顶上也应该挂民进党档期 不只是台北地监署要挂 NCC才这个应该挂民进党档期